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爸爸拿衣 200元救济 但都被拒绝了 童妈妈 相依为命的她 非常懂事 12岁 已经做非法童工 在酒店卖点心 甚至做清洁帮人倒垃圾 赚钱帮补家计 不过年纪小小 始终没能力 赚到好多钱 一家四口一日三餐 都成问题 维家雄经常会下楼 下市多摄罐头 老板会用布 先计低数账 等他月尾出粮后 再去找数 维家雄读完中六后 曾做过广告摄影师 1989年报 读亚洲电视议员训练班 而入行 成为亚视演员 1995年 则转投无线电视 而在2008年 他一度暂别演艺圈 专注发展LED登生意 其公司设在日本福岗 还曾经接过不少大型活动 如除夕倒数及北京奥运等 不过当时因为熟识 生意上的运作 加上被好友欺骗 搞到亏了好多钱 后来又投资了近50万 发展LED登生意 不过2011年 日本福岗大地震 令他在当地所设的厂房全部倒塌 日即拍档全家身亡 最后为家雄欠下一身债 为佐还钱 连搬运工作都顶应上 几斤辛苦 先能够还清所有债务